子宫内膜薄导致月经不来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稳盈 西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 如果是子宫内膜薄你不来月经 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下你子宫内膜 那么如果不来月经 说明你宫箱里头就没有子宫内膜 或者是你子宫内膜被刮伤了 你比如说它就不来月经 那么不是所有子宫内膜薄都不来月经 那么子宫内膜薄它就会引起月经量少 不容易怀孕 那么子宫内膜薄不来月经的话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 你是不是子宫内膜薄引起的不来月经 那么子宫内膜薄往往是由于我们人流 或者刮工让子宫内膜受伤以后 这个内膜不能生长起来 那么如果这种不能引起的弓腔粘连 或者内膜薄造成的内膜的功能层的破坏 往往你想恢复月经是非常难的 那么仅仅只是功能型的破坏 没有破坏到基底层 我们给上这个磁激素加抑郁激素 我们叫人工周期 它可能月经还能恢复 如果你因为子宫内膜薄 工相粘连以后基底层的破坏 往往这种想恢复月经是比较困难的 也就换句话说 你子宫内膜薄到 如果仅仅是功能层受损 我们给上人工周期 也就是磁加运模拟我们人工的周期 可能会让内膜涨起来 然后月经来潮 如果您内膜的基底层 就是说最根本的问题受伤了 刮伤了 它就不会有这个月经的来潮 我们叫这个工相粘连综合症 那么它就需要我们正规的来治疗 看它能不能恢复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恢复 没有办法让它来月经 但是不代表它两条功能没有 它正常的内分泌功能还是存在的 只是不会来月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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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